警方鶴槍實彈進入搜查 果然查獲大批刀蟹 改造手槍子彈等 刑事局日前接獲勤之 有詐欺集團以提供免費鄰骨塔販售 為由誘騙被害人投資 得手後級必不見面 甚至更換公司據點 至少有6人被騙 詐騙金額逾10千萬 專案小組在追查過程中更發現 有黑道背景的夏姓祖賢 對旗下犯錯成員手段也很兇殘 甚至以暴力毆打 及施行拘禁等方式 逼迫籌錢償還 警方除了將夏姓嫌犯等 10人居體到案 並移送地檢署偵辦 也呼籲民眾進行投資時 應提高警覺小心查證 防范詐騙集團以低成本 高獲利的投資誘騙 如果有疑問 也可以撥打 165反詐騙專線諮詢 不要讓自己成為 詐騙集團眼中的肥羊 記者張琪騰 台北報導